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谢谢 苏吉 好的 彭大师刚才就是这位叫苏吉的女士呢 她是从这个四水打来的 那她的问题就是想知道 他们家这个主人房的风水的问题 对 那我们现在就等她那个资料进过来 那就是我听说这个风水 就是主人房的风水如果不好的话 就会有什么带来什么桃花 烂桃花之类的 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 就是夫妻的结合 很多人都是有各自的一个性格 那夫妻要懂得经营一段感情 那夫妻才会比较和谐 但是在方位的一个基础 它是可以综合一个八字的形冲 比如说一个属龙 一个属狗的一个组合 它是六冲 那么本命五行 一个经一个木 它也是冲 不是焉家不剧头 很多人的婚姻都是一个债主 那么假设睡房的基础的方位 你的落脚的角落点是错的 它就会影响到递客人 使到夫妻的频率情绪 跟一种性格上的组合 它的刀的行冲就更严重 最严重的就是厕所的方位 那么在格局里面 厕所的坐向方位 会影响到整体的风水 比如说针对感情和亲的地方 是西北位 结果你的厕所就在西北位 那个马桶乌水的问题 睡气来犯 它就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 使到我们各自为政 就是你有你的桃花 我有我的桃花 因为人都是有很多在感情上 不同的大线都会有错爱 也就是说不同的一种严肃的产生 所以感情这一方面 会受到空间环境的影响 所以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在一起 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那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 不好的方位的话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呢 在环境界里面我们可以破格 把睡气的这个不好的风水器收掉 而不是说今天把厕所敲掉 那是不可能的 那方位的基础 或者起床的方位跟布局 包括颜色的应用 可以综合 就比如说你跟我的八字的组合体 我们可以综合 方位 比如说我是西南的 西跟西北 那你是西北跟西跟正东的 那我们两个人的折中 就是西跟西北 所以夫妻起床的方位 要像西北 那么西北刚好属金 用色什么是跟金相生的呢 就是阴阳色 刚好就是黑白 所以用颜色方位来化解 你我的之间的一个八字的 重刻跟频率 它就能折中 就好像你穿对的衣服 穿对的颜色 你就会觉得我今天比较美 比较帅 整个频率就不一样了 所以跟化妆也是一样的 用对了 那就是完全的不同的 这个意思 好的 那我们这个资料已经寄到 这个胡大师的iPad里面 我们看看 这个观众 他的这个家里的方位 看看那个我们摄像师 能不能看一下 对 这个方位 可以可以的 大概 对都已经是寄过来了 对 好 那我们请胡大师 讲解一下 重点是 他们刚好夫妻的五行八字 是相生的 先生属猴属土的 那么太太呢 其实是属狗的 属精的 他们两个人就是土精相生 那么方位是西南东北 跟正西是最好的 他目前的大门的方位是向西 这个屋子综合性来讲 比较旺他的太太 所以也是方位里面是属于 他是门开于中间 那这个方位的五行基础里面 都是着重他夫人的 所以这种屋子的结构 是你主人比较可以持家 我们叫做七管炎 所以他的先生要比较乖 像小米老鼠的话 那么他就比较平顺 主要是这样 妻子的潜力比较大 尤其是主人的方位 也是在我们所谓的西北的方位 所以这样的屋子呢 如果是怀孕天丁的话 一般我们叫做望女不望丁 所以他如果生女儿的话会比较好 那额外来讲 生女儿唯一的缺点就是 孩子的性格会女生男命 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想要求男丁的话 位置就比较差 所以除非他的造头的方位 可以做东跟东南 那其实就是说 他如果生个女儿的话 其实就跟他母亲的这个 性格 已经比较强势了 对 就强势的一个组合这样子 另外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静止对床 会影响到健康 这是不对的 所以他的静止要移走 而且他静止的方位的基础上 其实刚好也是做西 所以金跟火行客 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的联系 或者是会猜疑跟敏感度 这样的话 其实也不对 也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 最主要是对健康不好 所以我建议这个屋主叫 书记 对 一副书记 那他应该要把静止移掉 从而不要影响他的健康跟睡眠 还有夫妻的一种感情的问题 这样子 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他这个方位 他起床的方位 不利他们的夫妻 他现在的起床的方位 如果没有错的话 是应该面向他的小衣柜的方位 那么这个小衣柜的方位来讲 是属于北位的一个结构 所以对他们而言来讲 不是他们所要的 他们反而要睡起的方位 是向西 向那面静止的摆设位置才是对的 不过静止要移掉 这样能综合他们夫妻的八字 在感情跟和亲会比较好 另外这个静止放那个位置 很容易有肝火性的问题 或者是子宫 未来会很容易有吸流 经血导流健康的一个问题 这一点我是要提醒他们的 这样子 还有什么方法吗 或者说有什么诀窍 可以改变一下屋内的现状 屋内的现状 就是他的放那个柜子的那个地方 有放了一些小杂物 刚好那个是属于龙脉的位置 那如果是龙脉的位置 我就比较鼓励他那边可以放前家福 就是他们夫妻跟孩子的照片 凝聚家运 配合音乐盒 跟粉红色的水晶 那么他的太太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潜力 也会比较对夫工会比较温柔 然后夫妻的感情 家运会更和谐 这个我相信他先生 就是会更希望他的太太的温柔 这样子 好的 非常感谢彭大师给我们做的讲解 也希望这个意见能够给我们的苏季女士 做一些参考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再非常感谢彭大师的讲解 有这个问题的朋友 也可以通过我们以下的这个方式 提出你的问题 彭大师将会在下一周为你现场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有这个东西 你 你 我们下期再见 你 你 我 你 我